好啦,没有那么旺的财运还是乖乖的每天辛苦的工作,上班压力大 不少的上班族呢,最近流行在办公室里面种香菇 这是真正的去种香菇,不是在网路上面开心农场哦 而且因为简单好种,早晚喷它个三四次水 七天到十天就可以收成了,成为了舒压新宠 这浇水啊,这样喷 股场主人手上拿的这一包长方形太空包装的菇包 因为种植简单好收成,成了上班族的舒压新宠儿 还能像这样直接生吃,没有农药,超级鲜甜 自己亲手采的,这种珊瑚菇,蛮鲜甜的 只要把菇包放在办公桌上,早晚喷三到四次水 七到十天就能收成,黄色的珊瑚菇一包188块钱 最贵的鲍鱼菇一包208元,可以收成三到四次 还有像这样子的菇包礼盒,吸引许多上班族疯狂团购 上班族啊,然后家庭主妇也有啊 然后还有一些什么幼教育,就是一些幼稚园啊 他们也是有来订过 菇厂的主人肖正奇,原本是个连锁咖啡店的驱都道 因为喜欢吃香菇,放弃了月薪五万多块钱的工作 在高雄市荣武区租下了一百平大的香菇厂 前前后后砸下了一百万元,种植鲍鱼菇 柳松菇,珊瑚菇还有木耳等中高温性的养生菇 我们每包菌种它可以重复生长四到六次以上 大概就是约三个月以上的那个时间 网络上还有粉丝团让菇有们分享收成香菇的喜悦和养菇心得 更有人一定就是十几何当成班首领 开心农场如今搬上了办公桌 收成后煎煮炒炸都可以 输家之余还能顺便吃下肚,填饱肚子 长天神奇博士张晶瑶,高雄报道